为了防止民营市场成为了防疫的破口 花莲县环保局从10号开始 在花莲县7个民营的传统市场 进行了防疫消毒的工作 10号的上午首先来到了黄昏市场 对每一个摊位以及角落进行消毒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到场来视察 期盼摊商要做好自主管理的工作 清明年假过后 为了防止民营市场成为防疫破口 花莲县环保局10日派遣防疫消毒大队 前往协助加强县内7个民营市场内外做消毒工作 上午首先来到吉安厢的黄昏市场 县长徐真卫随后也到黄昏市场进行视察 对于公有市场的部分是我们各乡镇公所来做 那但是民营但是尚未登记的部分 因为这个乡镇公所由于可能还有其他的顾虑 所以花莲县政府希望在防疫里面 我们不要缺口破口 所以我们县政府环保局对于全县的这个民营 但是尚未登记的这些我们的传统市场 希望在这里加强来清洁消毒 当然我们也希望跟这个业主来沟通 大家共同防疫没有你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让消费者以及相亲 以及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个市场的人 相亲都能有一个安全 而且这个洁净的这个空间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来做最好的方法 那这些呢都会由我们的清洁队的这边 来做一个消毒的工作 让民众能够安心 那当然这是第一次的部分由我们防疫消毒大队来做消毒 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由我们的就是市场的管理单位 来通知各个摊商 那每天每天摊商自己除了自己消毒之外 那整个市场的公共的区域的部分 希望我们这些管理单位呢 能够每个礼拜至少能够消毒一次 来减少就是我们来采购的 采购这些民生用品的这些民众的一些疑虑 公有市场邮箱正式公所处理 花联环保局则针对民有市场以及传统市场做维护 派遣防疫消毒大队 即日起分别前往吉安厢的黄昏市场 三角市场 福星市场 果菜市场 花联市的美轮市场 以及新城乡的北埔市场 家里拆市场 进行每周一次喷洒消毒的工作 并会再次告知摊商 喷洒完后仍要做好擦拭工作 做好自主管理 防疫人人有责 不分公立私利 共同一起防堵 记者蒋邦彦 吉安厢报导